这名男孩在学校是个乖乖男 但总是遭到一群小霸的欺负 男孩懦弱的性格让他不敢反抗 但小霸们不知道的是 男孩有一名刚刚退役的特种兵哥哥 在得知弟弟被欺负之后 杰克让弟弟说出了欺负他的那群人 有了哥哥的撑腰 小布毫不犹豫的指向了旁边的那群小霸 为了给这群小霸一个教训 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乱欺负人 杰克开着车跟在了这群小霸的身后 不久之后便来到了一座酒吧 他抬手喊来了服务员 给那一群小霸的女朋友 一人上了一杯女士鸡尾酒 对面的霍霸感觉遭到了挑衅 于是蹲着酒杯走了过来 在表示感谢之后 直接将酒泼到了杰克的脸上 这可吓坏了一旁的小布 但杰克却毫不在意的擦去了脸上的酒 嘴角还露出了一抹微笑 好 非常好 反手就把刚点的辣椒水泼了过去 随后起身拍了拍霍霍的肩膀 直接一个过肩摔放倒一个 他们的女朋友瞬间吓跑 混混连忙道歉 但对于欺负弟弟的这些人 他毫不心软 每次出手都给这一群混混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的混混都倒在了地上 杰克淡定的扶起了倒地的小布 随手丢下了医药费 以及砸坏东西的赔偿 随后带着小布潇洒离开 你以为杰克是小布的亲哥哥吗 其实不是 杰克只是小布哥哥的战友 两周之前 小布的家中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他的哥哥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 从那一天起 小布的母亲劳拉整日以泪洗面 直到这一天 杰克突然到访 他告诉女人自己是布朗的战友 并且在布朗留下的合影中指出了自己 得知是儿子的战友 劳拉很热情地招呼杰克坐下 为了能够多知道一些关于儿子的事 他希望杰克能够在自己的家小住几日 杰克没有拒绝 女儿也不排斥杰克的出现 但丈夫却对这个突然出现在自己家的陌生人 很是反感 还和妻子发生了争吵 小布也极力表现出了友好的一面 晚上老雷多喝了几杯 便和杰克聊起了自己的工作 他说自己在公司干了四年 一直得不到重视 而刚来的新人没过多久 却成了区域经理 只因为人家有文凭 他抱怨着这个世界的不公 但老雷的随口抱怨 却被杰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几天之后 老雷突然回家 静止来到了厨房 他告诉妻子 上司昨晚倒在了自己的出租屋里 警方根据勘查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最终认定上司是自杀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上司的死 间接地成就了自己 自己理所当然地 成为了区域经理的接替人 这让妻子感到很意外 晚上 女儿邀请杰克和自己一起 去参加同学聚会 杰克很开心地答应 不久之后 两人便来到了聚会现场 杰克表现得很热情 不仅帮助大家搬运啤酒 还叫醒了现场捣乱的混混 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接下来的活动中 杰克很受欢迎 一旁的胡子哥说 自己是这一片的老大 有事可以直接找自己 杰克也没有犹豫 直接告诉胡子哥 自己想找把武器 胡子哥询问 杰克想用武器做什么 杰克说自己是军人出生 喜欢这一些东西 杰克的话 成功打消了胡子哥的顾虑 两人正良得起劲之时 杰克突然看到艾拉 正在和男友争吵 回去了路上 艾拉责怪男友不求上进 自己一直在攒钱 准备上大学 而男友还是吊儿郎当的 杰克告诉艾拉 假如他不珍惜你 那他就是傻瓜 让艾拉不必在意 杰克的一番安慰 成功的打开了艾拉的心扉 让他对杰克 慢慢有了爱慕之情 第二天一早 刚醒的艾拉 准备找点吃的 但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 正在打电话的杰克 电话内容提到了整形医生 还说要换一副新面孔 并提到了一直有人 在寻找自己 艾拉越听越不对劲 他赶紧返回房间 拨通了部队的电话 他想通过部队 来确定杰克的具体身份 但工作人员在查询之后 却被惊讶到了 信息显示 杰克在两周之前就已经死亡 很快 相关的信息 被手下报告给了上级 而杰克的身份也因此曝光 原来杰克曾是军方 一项秘密工程的参与者 这个项目 旨在培养优秀的战士 或者说顶级杀手 但项目的过程非常残忍 劳劳的儿子 就是因为意外失去的生命 只有杰克安全地逃了出来 但出于对项目的保密 他们必须干掉杰克 以绝后患 而另一边 杰克在胡子哥的带领下 已经和军火商接上了头 杰克一口气买下了所有的武器 但是自己却打算白条 这把军火商吓了一跳 空洞搬机时 却发现没有子弹 杰克不慌不忙地 从车内翻出了一盒弹药 直接送他们领了盒饭 另一边的埃拉 也很快收到了男友的消息 男友告诉他 自己的朋友胡子哥 倒在了一座废弃的市场 可就在两人通话的同时 一辆警车出现在了男友的身后 男友无奈地只能挂掉电话 很快 埃拉将自己在杰克身上发现的疑点 全部告诉了自己的闺蜜 闺蜜建议埃拉可以查一下杰克的通话记录 于是埃拉回家之后 偷偷拍下了杰克的通话记录 与此同时 男友又打来了电话 说警察在自己的车内 发现了杀害胡子哥的武器 显然这是杰克栽赃给他的 因为埃拉曾在他面前 抱怨过男友的不思进去 而杰克的做法明显太过激 埃拉非常的伤心 于是将朋友被抢 男朋友被害入狱的事告诉了父母 同时也将矛头对折了杰克 说杰克的身份是假的 可杰克却辩解到 自己在特种部队服役 出于保密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具体身份 说着拿出了身份牌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老雷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女儿的男友 所以选择了相信杰克 埃拉非常的伤心 但也无可奈何 她开始独自调查这件事情 她发现 杰克的电话号码里 是一名整形医生 并且这一名医生 在前几年因为违规 帮别人做手术 已经被吊销了从业资格 但现在杰克显然是想通过整容 给自己换个身份 埃拉叮嘱弟弟一定要保守秘密 但自从上次杰克帮小布 教训了那一群混混之后 小布就非常的信任杰克 于是将姐姐告诉她的事 一字不落的全部告诉了杰克 还意外得知了埃拉的闺蜜 也知道了这件事 听我小布的讲述 杰克很是恼火 这一天杰克正在和劳拉 在户外晒衣服 途中两人还有说有笑 但就在这时 两辆黑色的越野车 开进了劳拉的院子 遮上下来了一群全身武装的大汉 领头的上校从劳拉的口中 打听杰克的情况 而这一切刚好被一旁的杰克看到 杰克二话不说 抬枪就开始攻击 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 干掉两人 但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他只能翻身躲进屋子里 大汉们毫不犹豫的 对着屋子就是一顿猛烈的输出 杰克只能躲在床下 不敢抬头 火力覆盖之后 两名手下打破玻璃 准备进屋查看情况 结果刚刚露头就被杰克开枪送走 眼看不是对手 大汉们直接拿出了大波罗 再次开始潮污内射击 而杰克只能匍匐躲避子弹 在逃到厨房之后 和躲在一起的劳拉撞到了一起 杰克夺过劳拉的电话 接着直接把他送走 虽然很是残忍 但对于他来说 这是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 紧接着杰克抢过了劳拉的车 冲了出去 不仅顺带干掉了一名手下 还打掉了所有的车胎 在逃亡的路上 杰克又故意撞上了打算回家的故人 下车后又一枪干掉了老雷 随后开始逃亡 显然 杰克要干掉所有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人 另一边 上校来到了校馆接走了艾拉 两人刚刚离开 杰克就找上了门 而话不说干掉了艾拉的闺蜜 临走时还不忘丢下两颗爆米花 而上校也将杰克杀害他父母的消息 说了出来 听到了上校的话 艾拉伤心欲绝 两人打算从学校接走弟弟 但殊不知杰克也已经到了这里 轻而易举就干掉了上校 而此时的弟弟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杰克 姐姐无奈只能说出了父母被杀的消息 说着还将弟弟藏了起来 自己也去对付杰克 而杰克也很快通过地上的痕迹找了过来 但艾拉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并毫不犹豫地开枪击中了他的肩膀 就在艾拉以为干掉了杰克之时 杰克突然用刀弄伤了他的腿 眼看艾拉即将领合办 弟弟冲了过来 杰克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还说了一句你做了正确的事 不久之后 艾拉和弟弟得救 但就在两人休息之时 艾拉突然看到了一名消防员 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 很显然正是杰克 他根本没有领合办 看来故事还没有结束 好啦 电影不速之客到此结束 我是冰糖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哦